大家好,欢迎来到格物新知 当你发现一篇很好的文章,你会怎么做呢? 不管是收藏链接到书签还是检查到印象笔记当中 都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的建议是你像读一本书一样去读,去做读书笔记 把内容中对自己有价值的观点和知识进行高量提取 并对提取出来的内容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转述 从而达到内化的效果 接下来,我将给你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网页高量标注Chrome插件 Chrome Highlighter Chrome Highlighter主要的功能 是可以快速提取页面中选取的文字 并识别文字的层级 正如脸字中带有Chrome 它是支持快速添加Chrome类软件中关键词语法的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接下来,我向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插件的具体使用效程 这里我整理了常用的快捷键 Alt加X是激活它的窗口 不是这个窗口 CtrlX是选取高量文字 当我用鼠标选取这段文字的时候 Alt加X进行高量提取 提取的内容就在这里 我们再多提取几个 可以看到这两段文字 是在同一个层级 第三个快捷键是 Alt加鼠标单击 可以对之前寻求的高量内容进行取消 Alt加Q是取消页面所有的高量内容 第五个,双击 我们在高量文字上选取关键词 双击关键词 看在这里就加上了双括号 这在入目的语法中是新建了一个页面的链接 而Alt加Z和Double Click是相同的功能 我们还可以进入到它的插件设置 在插件设置里 有几处需要讲解的 Slide Window 这是在讲我们当把它缩小的时候 它阴面的大小 现在默认的设置是 宽是占屏幕的20% 高度是30% 这个大小大家可以自行调整 而这个选项呢 是大家可以看右脸的这个区域 现在是纯稳稳 是这种形式 当我们选取HTML格式的时候 就变成了带有HTML标签的文本 我们常用的格式还是纯文本形式 这个选项是我们将要把复制的内容放到什么软件里面 第一个是Room Research 第二个是Obsidian 它们俩之间的区别是 大家可以关注右侧 Room Research是这种形式 右侧是Markdown无需列表的形式 而Obsidian它只是分行的这种形式 最后一个需要将写的选项 是新建页面链接 这里面有五种形式 第一个是都在一个页面里面 第二个是每一个单词都是首字母大写 第三个是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 第四个是所有的单词都是小写 然后最后一个是所有的单词都大写 好我们继续添加高粱文字 之后我们在这个区域把所有文字进行复制 然后我们打开Room Research 在页面中直接粘贴 它保留了圆满的链接 并且有之前设置好的关键词 同样我们可以把内容复制到Obsidian软件中 直接进行粘贴 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